大家好,我是铁头 今天早上有空 来为小孩子 做一个早餐 准备山药一小段 把山药切成粒 再准备火腿肠一小块 也切成粒 准备3个母鸡蛋 加上少许的盐 打扫 锅中烧开水 把山药倒进去抄下水 抄至熟透 好了,可以了 捞出来 锅中下油 倒入火腿肠 白山 煸香 煸香后调成小火 把鸡蛋液倒进去 撒上葱花 再来点黑芝麻 小火慢慢把它煎至熟透 好了,灌火出锅 这道营养又美味的早餐鸡蛋饼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吃饭 大家好想要不要吃饭 吃饭 早餐给你吃饭 早餐给你吃饭 有牛奶喝一口 牛奶 牛喝水 肉就一口 没有吃饭 肉汁 牛奶